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13号 以14票赞成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计划耗资8290亿美元 为期10年的医改法案 这份法案低于奥巴马制定的 9000亿美元目标 同时把医保覆盖到全美94%的居民 方案基本符合奥巴马设立的医改原则 也就是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同时 不增加赤字 正在俄罗斯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今天在莫斯科说 美国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俄罗斯曾经试图与哈萨克斯坦白 俄罗斯共同作为统一关税同盟加入世贸组织 但是遭到欧盟和美国的反对 俄罗斯随后同意将作为单一国家加入世贸组织 好体育方面来看一组全运会比赛的消息 全运会与毛球男团13号进行的决赛 拥有陈金爱云等国手的江苏队对阵福建队 虽然遭到对手的顽强阻击 但是强大的实力依然确保江苏队以3比0的大比分横扫福建队 夺得全运会男团冠军 这也是江苏羽毛球队在全运会上的男团三连冠 虽然羽毛球实力 但在14号进行的蹦长比赛中 拥有何文娜黄珊珊等队员的福建女队成功为年 东道主山东再添一斤 同时以个人两斤的成绩 结束本届全运争强 在昨天进行的全运会 蹦闯女团决赛当中 广东队选手吴楚文在做动作的时候 因为崴脚出现失误 后肩部着网 医务人员第一时间 对吴楚文的颈部和头部进行了固定和包扎 并及时送往医院 这些时候出货选择没有大问题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好 更多消息快速浏览 来看今天的晚间快报 海关总署14号公布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对外贸易累计进出口总值 15578.2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20.9% 其中出口8466.5亿美元 进口7111.7亿美元 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7个月 实现环比增长 同比降幅趋于收窄 外贸回暖的迹象比较明显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 范立清14号透露 海协会与海基会初步商定 12月中下旬在台中市 举行两会领导人第四次会谈 并争取在年内 启动有关签署两岸经济合作协议的商谈 10月13号到14号 第九届全国村长论坛 在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举行 6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村干部 大学生村官代表 及港澳台有关人士参会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转型崛起务实惠民 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3G11运综合指挥调度系统 14号投入使用 该系统为第11届全运会提供 包括综合指挥调动和信息服务系统 无线宽带上网 无线手机官网 位置服务 即拍即传等40项移动信息化应用 中国联通14号宣布将于10月30号 在中国大陆发售iPhone手机 9月启动3G网络商用时 中国联通已公布针对iPhone手机用户 制定的iPhone24个月合约计划 另外中国联通表示 在3G商用过程中 中国联通欢迎用户自备机入网 14号上海市支援局12365申诉举报系统 与国家支援总局指挥中心联网测试成功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部门的12365系统 也同时实现了联网 联网后的12365热线电话 将全面受理有关质量的举报和申诉 提供与商品质量及其监管有关的咨询